这是一个奇葩的世界 所有人的背上都有一个插头 人们不用吃饭 不用上厕所 跟手机似的 需要充电才能维持体力 这个女孩昨晚忘记给自己充电 此时的她正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在大街上 看着便利店正在促销充电宝 女孩开心极了 可当她打开钱包准备购买 却发现钱包空空如也 正当女孩不知所措时 一直带着充电口的猫咪走到了她的面前 女孩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 她急忙抱起猫咪 把插头插在猫咪的屁股上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还没冲上电 猫咪就因为电量过低晕了过去 看到可怜的猫咪 女孩决定带着她走上寻找电源的道理 看到路边的一个鱼滩 两人趁老板不注意 拿起鱼滩上的鱼撒腿就跑 可还没跑多远 就被老板抓了回去 没办法 她只好带着猫咪在街上乞讨 可路上并没有任何人理会他们 谁知下一秒 女孩因为电量不足 直接倒在了地上 猫咪看着女孩心疼不已 这时 一个男孩从远处走了过来 猫咪见状飞起来直接将男孩扑倒 然后把男孩拖拽着来到女孩面前 得知女孩的情况后 男孩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插头 女孩见状赶紧爬了起来 她将自己的充电头对准男孩的插孔 可她插了半天都没有插进去 正当她疑惑地查看时 才发现自己的插头是双排的 而男孩的接口却有三个孔